多倫多公车局被指不动声息在网上公布四份独立外部顾问公司的报告 当中显示出市加坡RT脱轨事件之前 局方已经是接到警告 不过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提交委员会讨论 何家碧的报道 关注多倫多公车局乘客权益组织 发现去年秋季公车局在网上发布的四份外部顾问报告 显示公车局早在年初就收到有关检查方式 缺陷优先信罪等的警告 而另一份报告指出 在脱轨事件前 部分预防维修工作已经停止 组织对此感到震惊 质疑是哪一个决定停止RT的保养工作 认为是其中一个造成脱轨的原因 脱轨事件后的顾问报告 也被指无声无息地公开 并且指出导致脱轨的七个因素 当中两个因素 在去年年初已经在另一份顾问报告中提及 公车局委员多伦多市议员马特洛认为 报告提出更多疑问 在星期四的局方委员会会议上提及相关内容 局方回应说 会在之后的会议再作详细的探讨 斯加坡RT在去年7月 发生脱轨和脱卡 最后一截的车厢和其余部分分离 导致5人轻傷 事件令到RT停止 原定11月退役的日期 也都提前至9月举行荣休活动 本期的车厢和脱卡